近期有报道称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即将加入新成员 例如日本即将开始正式谈判 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严重关切 美英澳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 不断释放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扩原信号 又拉部分国家入伙 加剧亚太军备竞赛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我们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 制造阵营对抗 日本尤其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